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年孝庆 麦青得到了现场 可是有点尴尬的是 在他现场要出席 离开的时候有人对着他喊 中华民国万岁 意外的插曲了 他这次去当然三军统帅还要做演讲 他演讲当中再一次的提到什么 不能够接受中战 首战及中战 他就是个叫做投降主义 也再一次的强调了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要捍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现在他的立场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会发现重复性很高 要把自己的立场讲得很清楚 但其实现在整个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是什么 是中国跟日本彼此之间虽然有交流 但民间却是有一些些的互相争议性的事件 包括了先前就有一位网红 他跑去人家晋国神社 在石柱这边喷红漆甚至公然变逆 影响的就是日本这边有动作了 他撤销了中国十一家旅行社的签证送签权 好 这件事情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 民间之间的交流 甚至也因为这件事情在日本当地 还有一位蛮有名的整形医师 他是自己宣布了开价一千万元的日元 说要做悬赏金 要去找那个去对晋国神社不礼貌的网红 说要把赏金给他 甚至现在他们说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日中之间的关系 其实可以想一下中日台彼此三角之间的关系 一名退役的日障就直接讲到台日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像说台美这样子 会有一个所谓特别的台湾关系法 他强调了日本的宪法 虽然他们是比较自卫 可是如果有这个台湾关系法存在的话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军事交流 就可以加速许多 但他还提到 不知道台湾人有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过往我们彼此之间 还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存在 现在台湾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想法呢 其实摊开来看 整个太平洋这边的局势 必须要先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些 原因是因为中日之间 确实现在在军事上也是有一些紧张的 包括了日本海 现在他们已经自己出动了一个大型的无人机 也就是在日本海这边的自卫队 他要有一个MQ-9B海上卫士 要做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了东海这里 常常有这个对岸的包括无人机 包括了船舰来到这边 给他们绕来绕去 要了解一下他们在干嘛 所以要派出这个MQ-9B海上卫士 到冲绳这边 鹿尔岛这里来 要来好好看一看 这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另一个部分则是 他们也看到了中俄朝已经开始谈判了 在中俄之间彼此说 图门江这边能够好好的来交流之后 可能之后中国船只会经过图门江直达日本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日本来说 他们觉得是重大的安全影响 那就必须要再次的加强戒备 日本海附近的一些安全 因为这一些事件 就会影响到整个局势 特别是普京 他下个星期可能去访问北韩 甚至之后要转到越南去 所以美日韩现在会有更多领域的 军演都会在未来这几个星期 变成现在进行室 而朝鲜半岛这边也因为南北韩 最近的一些动作 包括彼此之间放气球 放过往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物 或是搭建的桥梁等等 通通给他摧毁 可是他们也发现 北韩怎么开始在逐路逐墙 修路逐墙 那是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个高墙围起来 两边完全断节往来吗 南韩这边还不清楚他的意图 但是任何的一些动作 他们都非常在意 因为上个星期才 不久前才刚刚发生了 就是有人误入到这个禁区 然后因此而被射枪 甚至还有受伤等等的事件发生 这一些内容都有可能 在未来这几个星期之间产生变化 必须要了解的是 这边的情势是紧张的 南韩的情势也紧张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在中方他们的海巡等等相关的海警 他们有通过了一个新的法规 也就是他们可以逮捕越界的外国人 所以让菲律宾这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导礁 就在这个时刻变得更加敏感 在仙兵礁这边 首先就出现了危险行为了 环球时报报导 他们就讲说 在菲律宾这里 他们派出了一些船只 在这边要企图登陆 所以他们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新逮捕的规定 他们就说是不顾北京的警告 要强行的在这边进行作业 而且他们的指控 是菲律宾其实是自己的船 来碰瓷碰中方的海警船的 我们来看看画面 好 来看到的是 这一些他们都讲说 这个就是他们当下拍出来的证据 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去动对方 但是菲律宾的船直接来 过来撞他们的船只 他们称这个叫做碰瓷 另一个部分则是什么 则是他们也讲了 说他们是不是 甚至还在海洋里面放毒 这什么意思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也是大陆这边有网红 玉渊谈天 它的一个最新的照片 讲法就是说仁爱礁这边 他们在甲板上有放了一个 抗浮食性的水桶 然后这里面有可能这些水之后 就会排到了海洋当中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 海洋生态的问题 这个是他们一一在提出的 与此同时你就会感受到 从食用水 然后到船只之间捕鱼的问题 彼此之间在执行公物等等的问题 这可能都会引发一处极的战争 所以菲律宾现在又有一个新动作 向联合国申请 把他们的大陆架延伸到350海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说 他可能跟中国这边 所宣示的主权的范围 他重叠的会更多了 争议区域也会变多了 那如果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点 请叫兵哥了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的台湾这边 赖金德今天在出席 这个陆关阅兵的时候 人家向他喊了一个中华民国万岁 大家在致辞的时候 则是再次的强调了 两国互不隶属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其实照理来说 总统去看陆军官校 有人喊中华民国万岁 应该是很合理的事情 为什么反而会有媒体觉得突兀 所以这就表示 因为大家都认为 赖金德对中华民国很敏感 他其实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实际上今天大家如果有看 转播的话 看画面的话 赖金德跟他带去的那一票官员 都没有唱国歌 就在放国歌的时候 他们是闭着嘴 所以他们就是一群 根本不认同中华民国人 然后硬要 扒着中华民国不放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些人 所以大家才会对他产生怀疑 然后每天在那边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然后还找马英九来垫背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满悲哀的 你要去 台湾国独立你就去 你去坐 不要这么没走 每天就 就黏着中华民国不放 借壳上市搞这一套 但是谁会相信你 没有人相信你 实际上 现在他一直说是别人都提过 可是实际上赖金德很清楚的 在提出一个新两国论 这是非常明确 我想 现在也不用去 说什么赖金德对对岸 有什么善意 姿态放软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存在这种幻想 他很明确的 你看从520到现在 他已经说了几次 他对时代杂志也这样说 在军校也这样说 自己演说的时候也这样说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赖金德就是要跟对岸硬刚到底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那就这样吧 反正我觉得大陆那边 大概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大家自己心里头也有准备 只有两岸之间是好不了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什么海峡论坛 什么彼此善意 根本就不会再有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大家准备对撞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自己有心理准备就好 至于说中日的这些心结 中日本来就有一些历史恩怨 这次这个人 个人的行为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糟糕 你不管你对这个建国神社 有什么意见或怎么样 那是个人的问题 可是在那边做这种 毫无卫生习惯 那种观念的这种动作 实在是非常糟糕 那这个人当然已经逃回中国大陆去了 那日本方面做出一些反应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个所谓的名医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有名 这个高旭克明为什么有名 他是主张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日本的鹰派 他们是要否定过去军国主义时代 日本一切罪行的人 他就是这种人 所以这种人会出来趁这个风波 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说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还有北韩 他为什么合作越来越紧密 很简单 因为这是美国造成 美国逼着他们三个一定要合作 所以未来他们三个 会更紧密的结合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未来北韩的核子发展会加速 我也觉得是非常正常 他的导弹会越来越先进 我也觉得非常正常 因为这就是你美国逼出来的 很明显你就是不愿意跟他谈 就是一直封锁他 就是每天在他家门口军演 你觉得你是北韩你会怎么做 他就一定会往这条路走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事 所以日本跟南韩也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你们早就应该预料到这种结果 因为这就是你们期待的不是吗 我觉得现在南北韩之间 其实情况很微妙 因为彼此都小动作评评 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没有人知道 但是在南海这边 菲律宾其实已经很明确 他知道他自己在海军上面 是拼不过中国大陆 所以他现在转而就用法理的方式 就跟之前 我们也被菲律宾摆过一道 记不记得 他去申请说太平岛不是岛是礁 记不记得这件事 他现在就打算用同样一招 去对付中国大陆 但是我老实讲 这招是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其实很简单 在海上大家就是看实力 你菲律宾就是没有实力 当你没有实力的时候 你做这么多小动作 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 你看这些国家来去伸援菲律宾 伸援又如何 你能够动摇到 解放军在那边的力量 所以我是觉得 菲律宾如果继续要玩这种碰瓷 他到最后会越来越难看 不过我个人其实比较想 请教小监长的事 有关于日本 因为现在中二朝 他们现在谈判成功之后 那就是说 中国船只可以经 屠门江直达日本海 然后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现在包括东海等等 日本这边 他们一再 再而再的 就是来加强戒备 那表示他们其实有意识到 他们周遭的海域 其实是紧张的那个气氛 实际上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屠门江的部分 也就是说 有关于中俄连演 那中俄连演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 现在有多一条管道 所以日本他会 非常的担忧这个情形 不过我们讲到 今天赖清德总统 必须要现在这边祝贺 黄埔军校生日快乐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菲律宾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这整个菲律宾海 这是我一点一点 这样的慢慢加起来 因为菲律宾搞事越搞越多 之前我们先看到了 一个后藤礁 现在又多个宪兵礁 那现在这边又有一个 那个甘迪欧 甘迪欧级海军基地 因为这个基地 现在也就是部署 所谓的SSN-26的 这个超音速工船飞弹的位置 那其实我们来看 这整个区域 现在中国大陆方面 已经在6月15号 开始执行所谓的海警三号令 海警三号令也就是 海警机构执法程序的相关规定 其实最重要的是 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那在第一节 在第一节的部分 第28条 他强调说 其实他规范的是海上海域使用 以及海岛保护 以及开发利用的部分 那其实他里面有关于执法的部分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说 可以不通知检查 然后直接登岭 那然后接下来 他在后面的部分 讲到说不可以拒绝 如果你是被检查的部分 你是不可以拒绝 然后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 那其实中国海警 可以执行拦截 以及颈椎的这些权利 那我们看 菲律宾好像感觉很有底气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在东亚的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 现在正在离开东亚 前往夏威夷要进行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这一艘 中间的这一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雷根号 他现在做完这个军演一路向夏威夷前进 我们看到原来在南海的罗斯福号 他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 也就是我们前几天看到 为什么台湾周遭的 解放军的战机又变多了 实际原因就是如此 我们刚刚讲到说 菲律宾不断地想要坐死 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AIS的动态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又派了两艘的海警船 前往这个是黄岩岛 他们又要开始搞了 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他们之前坐仙兵礁 现在又来坐黄岩岛 其实他们就是多点的 这一个想要造成 中国海警的困扰 不过实际上来讲 中国海警的船非常多 他们困扰的是自己 未来的油料 以及人员 以及料配件 然后请消财大众老师怎么样来看 因为看起来太平洋 从北到南 现在都很热 对 我觉得主要大的背景 还是跟美中的战略竞争 就是美中关系 目前是既竞争又合作 但很明显是竞争跟冲突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字卡上 我特别注意到 左下角提到有日本的退降 讲到说应该制定所谓的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吧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他认为会更有利于 我们国军跟日本 加强军事交易跟合作 但老师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跟讨论 在过去二三十年都有过 其实最早应该是李登辉政府实际就有 有一些包括台湾民间 或是一些日本所谓的台湾友人在谈 这几年当然讨论的热度更高一些些 包括退休 包括这位自卫队的退降 类似这样身份的 或是退休的外交官 或是一些日本的部分的国会议员 或是一些智库 或是一些个别的一些学者专家都提到 但我们也很知道 他没有办法目前成为 正式端上日本国会讨论的一个议程 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很重大一些变数 即便是因为 这几年因为刚讲的 日本跟中国大陆刚讲的 相互的负面的情感很多 包括美国日本的这种结盟的态势更加加深 很明白是在牵制 希望能够牵制中国大陆 甚至是包括像日本的领导者 美国领导者在各种场合里面都提到说 很重视台海的稳定 但即便有这个大的图像 跟好像有大的氛围 但没有办法让制定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 成为日本国会真正讨论的议程 我觉得后面的主要的变数跟局限很明显 就是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就是没有办法 日本还是没有办法 在讨论台日关系提升的时候 完全不考虑到北京的反弹 或是日中的关系 或是北京的因素 这大的脉络是没有办法 而且什么叫做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呢 那代表说真正要模仿对象 是美国版的台湾关系法 但老实说这两案例 还是有重大不同 当时为什么会有台湾关系法 是因为卡特政府时期 美国跟中华民国跟我们断交 所以当时美国的国会 有很多友台的力量 所以在很多的讨论 是在1979年 最后是参众两院 有一个一致的版本 拿卡特式签字 然后再回缩到 当年的1月1号元旦生肖 台湾关系法其实只有18条 但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的45周年 18条 可是就算这几年有 各式各样的友台法案 但是对美国而言 所谓的一中政策里面 重要的组成身份 就是台湾关系法 美国也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 一些重要的规定 包括军事跟安全 他维持对台湾的基本的承诺 里面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但那是有那个时代的背景 但现在在讨论台湾关系法 我觉得这位退将 他的逻辑可能要倒过来 不是说没有日本版台湾关系法 应该是说就算没有 日本版台湾关系法 日本版台湾关系法 日本的政界朝野 对台湾关系的提升 他本来就有一个先天的 一个障碍在里面局限 而不是没有台湾关系法 没有日本版台湾关系法 只是后面的一个写照而已 反应 就到底是 你有没有真心想做这件事情 讲白了就是这样 那真的只是因为 一个法的关系吗 还是说其实讲到头来 根本就是可能你们国内 也还没有真的完全得到 一个共识或一个协调 好 台湾现在是不是应该 要思考一下自己的位置 走一个自己的路 我们先见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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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